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批命的主动权 在前几天我的学生传line给我 然后跟我讲说他批命的这个情况 我一看就知道 他一定是网路上去跟人家留言 然后到最后 人家私讯给他 变成是这个网友要求他批命 这时候我就跟他讲 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一定是觉得他很可怜 你才会帮他批命 他说对 他就是因为觉得他很可怜 才帮人家批命 我说每个人都一定给你卖惨 你才会去帮他批命 但实际上你要记得 不要把所有人都当很可怜 而是要把他当做你会这样是应该的 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 你会这样是应该的 第二个 你在批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因为对方要求你帮他批 所以你帮他批了以后 变成是 主动权在他手里 是我要你批 你帮我批 所以变成他是考官 你变成是学生 所以他出题 你一直在那边批 所以批完了以后 你不但不会有很有成就的感觉 你还会满肚子大便 他就说对 这个就是因为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中 所以在批命的这一个情况里面 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 主动权一定要拿到手里 不能客人在发牌 所以当你们遇到这一种的 很简单 他私讯来要求你批 很简单 就叫他怎样 付费 付费再说 跟你说 百分之九十九的 不好意思就退了 真正会付费给你的 他绝对是有问题 这时候我们说了 批命是要有需求在先 批命才会准 跟你说 这样的批命绝对会很轻松 而且主动权会在你自己身上 另外一种我刚刚有说过 大多数人都卖惨 另外一种是说 我多好 我多厉害 增价多高 要求你帮他批 别傻了 你要记得一件事 我不管你身价多高 我也不想跟你攀关西 反正我帮你批了 你也不会让我变有钱 所以在这种前提条件下 也是不要去帮这一种人批 而且会这样讲的 通常身价不会高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这一种情况 客人要就是卖惨 觉得他很可怜 帮他批命 不然就是要让你觉得 他高高在上 你帮他批命 以后你可能会获得好处 各位 这些都是假象 你要记得 你就是付钱给我 否则你就不要再说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原来批命是要这样子的 而不是客人说 你要批你就批 不行的 而是 你要照我的规则 我才要帮你批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在网路上很多 他们都是态度高 因为毕竟来讲 在网路上是什么 命理师写文章 或者是拍影片给你看 可是很多客人他有一个想法 我看了你的文章 我看了你的影片 你应该要帮我 他们有这种很奇怪的想法 也就是说态度高傲 既然你态度高傲 各位 专业在我身上 很抱歉 你就是要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 我才不帮你提 而且你要记得一件事 假如是那种私讯给你的 私讯给你的 我跟你讲 你一样跟他讲说 批命要付费 跟你说不要 跟他收那一两百块 你妈说最少收一千 然后 他要跟你讲说 可以 你先帮我批前世准了 我才要付费给你批 这种的客人 你绝对不要批 叫他滚蛋 为什么 因为前世你要断准了 他才要给你批 我问你前世 他可以随便乱讲 所以到最后 你会变成 你批不准 然后你就会 你奇怪 我怎么会批不准 你会心虚 心虚了以后 然后你就跟他讲 你今年可能是怎么样 他就说对 可是你只要一进入到后面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可能收到钱 而且对方的态度会很强悍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说 在网路的批命里面 客人会有这些现象 所以不管如何 请你按照我的规则来 我才不管你怎样 你多可怜 你家的事 你有多好是你家的事 反正全部照我规则来 否则 我会不认识你 我为什么要帮你批命 你只要有这个观念 基本上 你在网路上就不会被网友这样欺负 因为在网友的观念里面 他的态度是很高的 当态度很高 一脚把他踹开就好了 你不用去说我得罪的人 他们连真实的名字都不会写了 请问有什么觉得你会去得罪别人的 所以 各位 这就是网路上的一个客人心态 他会在无形中做大他自己 可是他忘记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当你了解了以后 在批命 还没批命前 就是要态度坚决 否则不予批命 各位 这个就是网路上批命最重要的一个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